词曲 李宗盛 胡云爱终于办了记者会宣布和解 不过胡云爱脸色们已经喝垮了 跟抱到儿子的江洪杰形成有趣的对比 没有错 就在胡云爱记者会当天 本刊直击了江家团圆的画面 3月15日傍晚 江洪杰终于紧紧抱着儿子返回台湾 江洪杰等人一走出机场门口 一有保姆车接应 司机和三女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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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塞上保姆车 目的是台北车站的东地下停车场 下车又是一阵巴拉巴拉巴拉忙乱 但江洪杰熟练的把眼前的人事物 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诶 背上了背包还有可爱狗狗呢 总之充满耐心与富爱的江洪杰 携手儿子搭高铁回新竹 这时候家中白色坐车 也早在路边痴心等候 江家回味一年八个月后团圆 心情完完全全一语言表 晚上7点 江家三代如同江洪杰在社群网站所写的 挨着小折并幸福着 至于富源爱在记者会后留下声明表态 感谢大家 我们已经达成共识 从今天起也是新的开始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关心我 接着富源爱又继续努力经营对岸小红书 据日媒报道 今年1月它卖出了将近24项产品 销售额约新台币是1万元 这对比对岸电商动辄7位数以上的营业额 马马虎虎啦 就算如此 富源爱在网络上直播带货对着镜头摆拍 看起来心情不错 亲和力也与记者会上不同温度 值得一提的是 富源爱的律师久解耐续公开重话批评 富源爱这1年8个月来的行径相当的不适当 其实富源爱开记者会除了是律师团劝说的结果 日媒更推测 接下来她准备2024年巴黎奥运相关工作 是为日本女桌席日国手 想要接工作 那一泻千里的形象该直写了 简单讲 趴了 日媒爆出她与亲哥哥合开的个人经纪公司千秀计划关闭 更有日媒报道 富源爱工作受到影响后 开始积极接触各界 甚至陪吃业界的大佬 陪到一半喝得口 知情人士如此转述 一路从抛家部轮到后来疑似诱拐于绑架 究竟什么原因让富源爱行事如此一意孤行呢 有夫妻问题研究专家指出 跟从小练球好胜自我意识强烈 一不顺心就会考 导致她甚至可能因为违法被通弃 逮捕也在所不惜 简单讲 不服输啦 观看 assez多 Robinson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